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就是一杯米跟一杯水 已经泡过了大概一两个小时 我们开始打成米浆 大概用果汁鸡打个两分钟到三分钟之后 就变成类似像豆浆的样子 只要用锁摸起来没有米粒的感觉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一半的萝卜 放到刚刚那个米浆里面 另外一半的萝卜要跟刚刚炒的作料混在一起 那一起要放在这个抹上油的果子 然后用饭勺把它的表面抹平 然后我们放在电锅里面蒸 外锅放上一杯半的水 等到电锅跳起来之后 需要再等十分钟 不要立刻把它拿出来 再等十分钟之后再拿出来放凉 大概蒸了三十分钟之后 你就可以用筷子试试看 看筷子很干净 没有粘着那个东西就表示已经好了 那我们只要放凉就可以切块 现在已经凉了 那我们用个刮刀从旁边轻轻的让它脱离 那等一下更凉一点就可以倒扣 现在萝卜糕已经散发出阵阵的清香味道了 这样的萝卜糕 不管就像XO酱或是辣椒酱 都是很好的早餐或是下午茶的点心 那其实这个萝卜糕不太容易失败 因为如果你水放多的话 那就会变成港式萝卜糕 比较软嫩 那如果水放的少的话 那就是台式的萝卜糕 比较坚实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点心 那祝福各位日日高生 年年都有好彩头 谢谢大家 起来 我昨天不在乱 你 interacting 你可以看我 你吃了 小心 你真的没在乱 你把我打群 你 effectiveness 起来 你